有生就有死 这个死 只是你 这一生 阶段的一个 最终的结果 每一个人都想长寿 他即使在长寿 他也是人 人类 这个范围的 一个长寿 我们前面说过历史上 活得最长最长的 似乎已经不是人了 已经不是他 一个普通人了 就那个菜围公 活到最后 身子越来越小 变成一个小孩 那四百岁 正常人 我也不谈那些线人了 什么张三峰 什么有些在世的 很多还不在 看不到 还活着的人 不说 我们 一百岁 一百二 两个甲子 已经是 该经历的结 一圈 基本上都轮过了 那两圈 那是人 已经受不了 除非你修炼到一定程度 那已经不是普通人 所以每个人要面对的这个事情 总有一个垫背的 总有走在你前头的 总有 死的时候比你还难受的 总有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反倒不跟别人比了 因为当下是你啊 痛苦的是你 没得可比了 最后一口气 只能跟自己比 比什么呢 这一生 我是不是能够 安详的闭上眼睛 那个无疾而终啊 不是指的你不受痛苦 不受病痛的痛苦 其实 人到了衰 这个器官 各个方面衰竭 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了 有没有做到的 有 平时 就我们皇帝内经开篇 饮食有偿 这个饮食起居 都很规律 一般不破坏 吃得很清淡 白菜豆腐 保平安 好的生活习惯 那有些人 确实也 不容易做到 尤其这个社会 诱惑这么多 实际上 那还是你想要 自己造成的 也没办法 你如果不比 你比古人 那你一定会长受得多 你做不到 那你就冷人命 你就不乱想 首先想这个东西 无形的东西 最可怕 精神 主宰着你这个身体 你这个东西病了 那就没得说了 至少整个70% 我们不说100%的话 因为我们是 普通人 达不到 慢慢来了 最终能达得到 然后 那有一些 那些英雄人 我们比不了 他的死不是为他个人 为文死建 无死战 他 死得其所 哪怕是被人 暗箭 射死 被冤枉死 老天看着 这是第一 这种大事情 人的生死 老天 主宰他 用神灵 监护他 那么早晚 就会给他一个说法 或者是 以这种悲壮 我们四大名著 来衬托后世 无限的缅怀 那还是要你 往积极的方面去想 如果你往负面想 那也是你 那他就不这样想 你说雷锋是傻子 我们就不学他 那当然他的做法 可能有了 不容易理解 你让大家更理解一点 也好 总之 就死能明误 求得好死 这也叫好死 才问起 无愧这辈子